歡迎來到IT Handicap Tutorial,我是Kevin 在這個Tutorial我要討論的是一些付費的外掛 其實就一個啦 我們有一個付費的外掛其實叫做GitLens 你就在這邊搜尋叫做這個 它叫做GitLens 就是Git的眼鏡,它其實是Git Kraken做的 就是Git Kraken這一家公司做的 你可以把它 install 好,那這個它其實是有不同的價錢 那我大概跟你講一下 這個是我們的GitLens它的價錢 GitLens它的價錢就是如果你是免費的話 那你的這一個是只有給一個User 比如說你的Repulsory它裡面只有一個User 那你就可以使用GitLens 但是如果你的這個Repulsory裡面有四個User 的話你就要使用到Pro 那如果你有更多User 100個User的話 那你就是要使用到Team 那如果你要UnlimitedUser的話 就要使用這個Enterprise 所以這個GitLens呢 它其實是要錢的 它就跟Git Kraken一樣也是要錢的 Git Kraken本身就是要錢的就對了 所以呢 然後這邊要跟你特別講一下 特別要注意一下 然後另外它在MarketPress上面呢 它的GitLens呢 它其實有很多的做法 它主要就是可以讓你看到Git 然後你可以看到 你的這個程式碼是誰寫的 你可以看到像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程式碼是誰寫 還可以甚至跟你做比較 然後主要最常用到的是這個功能 就是說 假設這一行是這個Bug來的 那你要知道是誰的責任 那這邊就是可以透過 這個你要CurrentLinePlan的方式 其實就是GitBlan的方式 你要知道說到底是誰的錯 所以它其實有很多功能 那這些功能呢 你可以來看這個YouTube Video 這個是他們官方的YouTube Video 然後這個官方的YouTube 就是Git Kraken官方的YouTube Video 它跟你介紹GitLens可以做哪一些東西 它可以做的東西超級無敵多 然後你可以看它DEMONSTRATE 好 然後那我們這邊呢 就不跟你仔細研究了 然後只是特別跟你注意一下 就是它的價錢 它的價錢是 它不是免費的 大概就這樣子而已 好 那I hope you enjoy my tutorial Have a good day!